哈喽叫我们大家好啊 我是宇哥啊 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会儿讲解讲解如何啊 调节这个水滴轮啊 也是新手朋友一直在困扰的一个问题啊 调节完了以后 我带给大家一会儿如果讲炮头啊 首先呢我们调节这个水滴轮啊 不管你是离心刹车 或者是这是磁力跟离心两款的啊 不管你是离心刹车或者磁力刹车 还有机械刹车啊 你都需要调整对吧 调整到什么程度呢 对吧关于这个的话 卸的比较方便了啊 这个你像磁力在外边就直接能调的啊 离心的一般都在里头啊 你看卸的情况下呢 我们把离心卸开啊 这里边呢有对相应的尺寸啊 012345像我这开的就0啊 你像炮头技术的稍微好一点的 就开的小一点 炮头技术稍微刺一点的呢 对吧就是这个新手朋友呢 尽量就把这个离心刹车开一点 对吧或者磁力调大一点啊 然后至于这个机械刹车呢 把机械刹车也是一样吧 机械刹车调的稍微的呢 紧一点啊 至于什么状态呢 呃大伙看这个演示就可以了 调解到什么状态呢 不管你是离心磁力 还是这个包括机械刹车啊 调到什么状态呢 新手一般调整到 你大拇指按下线杯啊 线自然下坠 落到水呢不炸线杯主啊 或者是比这稍微的再紧一点就行啊 然后这是调轮 调完了呢 我大伙给大伙讲一下炮头啊 讲炮头呢 首先来说啊 这个 我们的头边的鱼线啊 不要留太长 也不要留太短 你要想打远距离 把杆子甩起来 对吧 后期练熟练了以后 我们可以说留稍微长一点 新手的情况下呢 留个二三十公分就可以啊 然后主要是发力啊 你炮头发力的情况下 你不能说使骤劲 对吧 好多教授都知道 对都使骤劲 对不对 炮头呢 有一个运杆的形成 对吧 你需要一下运杆啊 你当运杆的时候呢 啊 往后运 对吧 然后呢 炮头的时候是呢 前手推 后手拉啊 前手推 后手拉啊 前手推 后手拉 前手推 后手拉啊 你切勿发骤劲 知道吧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注意你的出手角度啊 你不宜过于太低 对吧 你过于太低打脚面了 对吧 你过于太高呢 对吧 然后呢 方向天上飞 他不往前面走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炮头的角度啊 就是应该带你斜上45度的角度 大概的位置去松你大拇指的线啊 先按一下放开开关啊 然后呢 按一下放开开关以后 我们大拇指贴着线背 对吧 其实呢 练得熟练以后呢 要学会大拇指啊 微微贴着线背就可以 对吧 越熟练 就是把你的机械刹车 跟你的磁力 跟你的离械刹车 去关闭的越小 我们又多学会使用 拇指控制线背震动速度啊 这样的话呢 抛的会更远 会更轻松啊 抛头切勿发骤劲啊 然后呢 我待会抛一下看一眼啊 洗手朋友呢 尤其是啊 这个不要注意说 我想抛多远多远 对吧 把这注意力放到抛多远啊 抛多准 你就先练习 怎么能不大线就行啊 距离不打太远 才打个十五米二十米的 对吧 你就轻松的抛 再怎么控制着不大线啊 然后呢 我们再慢慢的啊 练练这个远度啊 准确度啊 对吧 当我们掌握好发力了啊 掌握好慢慢的 慢慢的掌握好发力了以后 对不对 我们哎 再慢慢的长技术啊 你要想抛的好了 对不对 你不得长期练吗 是不是啊 我下面给大伙抛一个 还有就是 当你练得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多留余线啊 可以这种抛揉 对吧 你还可以这种抛 准度的话呢 也可以练习啊 这个 关于准度的问题呢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找一个东西 比如说找一个泡沫啊 没有必要非打到 这个泡沫的上边 啊 我们就跟泡沫打一条直线就行 一般打过高点两三米 打一条直线就可以啊 你看 打一条直线就可以 对吧 哎 我们能打到泡沫这个点位就可以 没有说光需要说 打那个泡沫上面 其实呢 要是当泡来习惯了以后 打这个泡沫比较简单 啊 对吧 这个 这东西就是练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捷径 先这个练 抛头不大线就可以了 先抛十米二十米的啊 行 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儿啊 我是余哥啊 最后我也要秀几单 明天马上就要钓鱼了 钓友们也开始准备准备吧 我在空间等你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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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